字幕广告 字幕广告 我們才剛從板橋傳說中的農村公園 出完外景回來 很多人 終於去朝聖 你別沒有跟到 我沒有啊 你沒有去過板橋傳說中的阿用公園 沒有阿用公園 看到那個現場有種雞皮疙瘩 哇 我终于来到现场 原来就是这里 我们十几年前拍板桥时尚玩家的时候 这个插座他还没有去过 我还没进公司 那时候他还没进公司 那时候是国币拍的吧 对 还是我们自己拍的 应该是我们自己拍的 我们两个互拍 还有我哥 你哥 对 你哥 对 那一集你哥有去 有 而且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不是 是哪一个小DV还是什么 对 TV啊 他是常进人跟我们一起 我记得是骑autobite 对 长进人应该也有 长进人有去 对 我在长进人 然后你跟你哥一台 对 哇 你哥 我怎么忘记你哥有去 有啦 他哥 所以除了AV以外 其他也会有出现 他也是有震惊的有来过 拍那集我记得是一整天就拍 一天就把它拍完了 对 因为最后一间那个日本料理 是我哥推荐的 哦 倒了吗 倒了 没有老板已经不做了 他没有倒 但是店还在 他顶让给其他人 没有他赚太多收起来 告白 哈哈哈 退休啦 退休 对 哦你哥有需要他从头跟到尾吗 有啊他从头跟到尾啊 你怎么失忆的那么严重 我失忆耶 我印象完全没有太 你哥耶 有啦有啦 他有在旁边哦 对对对对 我们一早先去吃什么 现在已经很有名的 鱿鱼跟鸟鱼的萝卜糕嘛 那个市场嘛 还有蛋饼嘛 就是那个蛋饼 豆妆蛋饼店 哦蛋饼 还有鹅啊咪 鹅啊咪吗 鹅啊咪 亚巴鹅啊咪那个 对 然后来去邻家花园 对邻家花园 农村公园是个点吗 农村公园好像有经过 你们有拍萤幕吧 我记得有那个画面啊 有在那边不知道穿它小 转场 转场 但我们没有 他那时候把它设成一个点 我很疑惑 你到底来这干嘛 他就是一个有牛 有农夫雕像 铜像 我爸常来这样 你到底为什么 那时候是一个点 新北阿用的聚集 对 那时候我不懂啊 原来我们大陆佛走很前面啊 他知道十几年后 那里是一个 我们重要的景点 对听众朋友 要朝圣的一个点 是不是 是不是 来新北市丸 尤其来板桥 你没有去农村公园 等于没来过板桥 等于没有来过 没错 12月我们新北板桥 是那个新北耶诞城 耶诞城 不重要 Who cares Who cares 一定要去农村公园 要 要去农村公园 来跟大家宣传一下 我们结论站撞哪一站 姜子翠站 姜子翠站 感觉嘴了 应该是 几号出口 几号出口 一号 一号或二号 嘿 嘿 出来农村 它很大 农村公园很大 很大 它隔壁还有个石雕公园 你可以一起 农村走完走石雕 不要去那板桥 那边夜诞城 无聊死了 人挤 就那个灯泡 麻烦了 去看农村公园 去看农村公园 大概什么时间点去比较好 你说 every time 遇到新北阿佑 every time 对 我们那天去拍是早上 好像10点11点而已 我们去吃那边的水莲蛋饼 去拍啊 是是是 然后就到那边就看 真的好多 偶尼桑 偶尼桑 这样都聚集 都会在那里 对不对 超多 然后我们在看阿佑 阿佑 阿佑 我来 上班吧 早上 但没有人在喝酒 所以想说应该没有阿佑 对 因为一大早很健康 大家都在聊聊天 拜拜 他们的习惯好像是早上会先喝早茶 然后早茶喝到某一个 某个时间点就会开始 切换 喝酒 喝酒 早上就在喝酒 喝茶 早上喝茶 喝到某个时间点 至于那个时间点 什么时候出现我不知道 不知道 对但喝完了以后 就会切换成去喝酒 每天吗 也是同一个地点吗 一样 应该是说阿佑还没上班之前 他是每天啦 他现在会上班 所以他就要等 有放假才会去 他排班制 对 所以放假就会去 所以那天他应该有上班 对 因为我看没有 我知道阿佑啊 他就看都没有长很像阿佑的人 对 没有 他就很乖 有人在拜拜 那边有个庙嘛 土地公庙吗 土地公庙 就是他一直叫你去说 哎来啊 来拍我们土地公庙啊 那我怎么好拍 很灵验吧 他介绍你 还是算牌都很准 一百期六准 一定不准 应该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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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富力很大耶 很多那种红砖 古色古香 好像来到台湾民俗村 好 我下次再去 下次去 下次搭捡运到箱子这 值得 你有闻到很浓的尿烧味吗 没有 没有耶 改进了改进了 没有啊 还好 我们就干干净净的啊 因为以前有很多阿伯会在那边尿尿 因为刚喝完酒 懒得走很远去厕所就直接尿 对 直接在那个尿 你说在土地公庙附近 就是那个农村过来各地 everywhere 很多地方可以拍照啊 很棒啊 哈哈哈 因为那里不是街友的地方 不是街友 不是不是 不是哦 就是白天出来 居民的聚集地 上屋的地方 有点像那种 礼办公室的什么活动空间 然后半天 大家都会往那边走 对 但我那去是干干干净净 佩佩亮亮的还不错啊 很好很好 可能是要迎接我们新北耶诞城 知道说我们经典 特别会很多 游客民众 会从全世界各地来超设新设的景点 跟那个阿勇讲一下 如果他放假有去那边的话 可能很多人跟他合照 那个仪容打扮要注意一些 我就想谁认识新北阿勇 他穿一个那个背心啊 像米总背心 阿勇 阿勇 我们送他一件 他背方做一件啊 做一件新北阿勇 就那个黑色竞选背心 啊后面就写四个字 新北阿勇 啊前面直的要写本名 不行 本名不行啦 本名不行 不要不要不要 喔 大头佛的爸爸 对 我跟妳讲 他可以是流量密码这样 再组第一个先追他 要不写本名 新北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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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刚是发生什么事吗 他刚刚要分享 刚刚 新北阿勇 热腾腾的 我们这个录之前本来想 这个大老佛跟我们闲聊一下 他聊一下 他聊一下 对 他要我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 你刚在开录前 收到一个简讯是不是 对 因为我收到我哥 传给我的讯息 就说我爸又在楼下喝醉 直接倒在楼下这样子 Now Now 此时此刻 是一个礼拜天的下午 下午四点 哎呀太早了吧 你看我们外面的阳光 还非常的耀眼 阿勇已经倒在你家的一楼 一楼了 外面 太早 礼拜天 没有人理他嘛 是我哥刚好回来发现 哎怎么怎么有人躺在下面 刚好看到 对 然后他说他的皮包啊什么拉链 全部都是开着的 哈 然后 乍翻之下是 里面没有钱 哦 因为本来就没钱 所以 那个小偷姓姓男 哦 OK 然后不知道手机有没有被偷 那我哥就先把他拿上 就是 先把他拿上去 先把皮包拿上去 哈哈哈 因为 我太重了 我一个人把他拿上去 他有意思 也不是 就是他还可以回话 哦 他是喝醉 不是生 突然什么了 对对对 就是还可以回话 但是回一些五四三 所以你问他什么 他也没有 没有办法 有逻辑的跟你讲话 就是喝醉了 对 还有脉搏吗 有有有 会回话 哦 会回话 只能等他酒退 你现在跟他问什么 他说你问他手机去哪里了 他一定会说说 啊 我跟他问朋友啊 没有啦 他都还不去 你也有 等一下我处理 哈哈哈 他讲什么 大概就是这样 哈哈哈 此时此刻 对 此时此刻 但身体我没有外伤 对 全世界最北蓝就是他 哈哈哈 那会不会是因为他搭继承车回来 好 然后发现 这个问奖 发现他喝挂了 所以把他踹一下车 然后翻他的钱包 自己拿钱这样 哦 我跟你讲 他绝对不会搭继承车 他非常 非常乐重于他的那个铁码 他到哪里都要骑他的铁码 完蛋了 你在送他酒驾啊 哈哈哈 墊马酒驾多少钱 乔搭车 乔搭车也 乔搭车不能啊 哦 乔搭车也不行哦 废话 应该都不行哦 我记得 你来来来 噢 大概十五年前 咖哥有拍过一次宣导影片 哦 你记得 好像有 喝酒也不能骑甲车 好像有 哦 他可以 因主频道应该还有留着 公益宣导影片 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骑甲车 但是他真的非常乐爱骑甲车 因为大概上个月吧 我们去家族聚会 然后就选在离我家 大概走路10分钟以内 就可以到了餐厅哦 还是要骑脚踏车 然后那天因为就下大暴雨 已经是下大暴雨 但还是要骑脚踏车 而且也不穿雨衣 然后就飙脚踏车过去 飙 走路10分钟以内 就撑着伞慢慢走过去啊 对 你已经觉得很疑惑 下大雨为什么要骑脚车 但他还是要坚持骑脚车 好 然后就骑过去 他是不是全尸 撕掉了 全尸他还要在那边够用 就说 沒關係啦 买冷了 他有穿雨衣吧 没有 他们穿雨衣 没有穿雨衣 他就说什么 他的衣服很防水 就全尸了哦 擦哈贝皮的吗 就是一般的衬衫而已 然后全尸他就要说 沒關係啦 买冷了 用的 我爱用的 身体爱用的 真的很北南 全世界最北南的 在他热爱骑脚踏车 那他倒下了 星天倒下 他脚车尔在旁边吗 不知道 目前目击现场 我还没有搜证那么多 没有搜证那么多 状况上 你哥的回报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对 实际上说 哦 他被拿上去了 被扛上去了 对 那其他的都还不值 所以等下录完我再去 关击一下他 他今天休假啦 对 休假 还好你哥有住家里耶 对 不然阿丁回来看到 他也拿不上去 我跟你讲 阿丁现在都放弃状态 就是看到他在下面倒着 然后确定没外伤 就让他倒在那边 等他醒在 哈哈哈哈 自己会在爬上楼 等他自己酒醒 你自己 你自己走去 我阿丁就跟你说 对 啊没死啊 啊没死好了 你睡一下 他确定身体是ok的 哦哦哦哦 他挡在人家店 那个门口不会很定位吗 还是吗 我觉得我们家邻居好像很习惯的 我要阿丁也在这里 对对对 他可能不知道他是阿丁 就说又回来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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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嘛 我哥有双腿 这有双腿 啊ok啊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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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好好 很头痛啦 哦好来还要进音乐 先进音乐 先进 啊是啦没有错欢迎收听 我们这个即将迈入100集的 不代表本台立场 大家好我是卡哥 欢迎李备 欢迎大头佛 掌声谢谢 谢谢 非常的快 我们九十几块 剩下几集就100了 100了 很快 怎么办 还没想到企划 糗了 要找阿佑来了吧 哎我觉得他来 我真的很不能控制他 但是如果要他 他一定会来哦 啊真的哦 一定哦 我觉得他是一定会来的 阿丁阿佑一定会来 阿丁也会 阿丁不见得会 阿丁的偶包非常重 他会害羞 他偶包很重 不是他来就会敬讲一些场面话 什么 阿佑就老了啊 阿丁没很漂亮啊 就是这种的 他带关枪关掉了 对你懂吗 他不行外面 他不够锐哦 对 他真的带关枪关掉了 是 大家就说阿佑 会越来越演双人 哪啊真的没有 哈哈哈哈 真的没有 啊最近在阿佑 电视罐有利也没有 而且 那就是没有那不是好事 对 他来一定会说 他说啊刚好就不见得来抱抱 那他一定就是 对对对 他还关枪关掉 对对对 我上十句话说 和你照顾什么的 哎呦 大多佛都和你照顾 什么的 什么的 真的没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怕谁在照顾 我说我费事 哈哈哈哈 他一定会讲这种 对对 阿佑比较锐哦 阿佑很锐哦 可是我没有办法 他很不受控 对 再让他喝点酒 哦那更不受控 那我这样 他会都 什么东西都讲出来 他酒量到底好不好 我觉得现在变不好了 年纪 大概几瓶 他都喝啤酒还是什么 他都喝浓的 高粱 对 威士忌高粱那种 是他都喝浓 我觉得现在大概 两三杯可能就会醉了 两三杯你说 小杯的 小杯 真的不好 那是啤酒杯那种吧 对 啤酒杯 两三杯就醉了 那很弱耶 浓的耶 我觉得他现在变不好 他们是有边吃饭 别还是一直喝 没有边吃饭边喝 但听说 都是阿佑在追酒 哦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一群老人 在喝酒 哦 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底在哪里 就会本来是想要喝开心的 但阿佑就会追酒 不小心过头 不小心过头 但他都自己在追自己的酒 对对对 哈哈哈哈 然后别人不喝 他就很生气自己在喝 哈哈哈哈 没意思没意思 再烤两杯了 就醉了 哈哈 他们酒钱谁出啊 好像会一起合资 有公鸡精吗 可能一起买一罐之类的吧 比方说这个礼拜可能你买 下个礼拜你买 我买这样 哦 轮流轮流 一个默契 如果住那个板桥农村公里附近 可以去朝圣一下 去朝圣一下 看有没有一群阿伯在喝酒 你就过去看一群阿伯在喝酒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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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或许还不用阿伯在哦 你只要问说像是阿伯 人家就会说阿伯 阿伯 真的假的 我觉得有可能 直接问说阿伯今天有来吗 对 有有有对 他就有 不然他就说他在上班这样 所以他在江湖板桥走跳 就是用阿伯这两个字 对 哦 哦 哦 很酷耶 大家都认识他 我觉得他应该是蛮多人认识他 江紫翠一带 这算哪里 南板桥 南板桥 还是北板桥 哈哈哈 反正就江紫翠一带 江紫翠一带 农村公园一带 会不会真的有人去拍照 然后还这样子 还标你 然后take你 哇 会哦 我真的头太痛了 会哦 他的找到本人很棒 阿伯劝他少喝点 阿不要酒驾 哈哈哈 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如果经过 应该是板桥 或是特别去草盛的 去那边 看老人在喝酒 就问 阿用来吧 阿用来吧 跟他合个照 不要你这样讲一讲 真的有人会这样做 他一定很开心的好不好 是吗 我觉得阿用 蛮依人的 哈哈 阿用会不会还直接问那个朋友说 要不然来一杯 来啦 我请一杯啊 我觉得他蛮依人的 可以可以 跟他合照 他应该是不会拒绝 他会很开心的 然后旁边的朋友就会起哄 哦 这个很红 你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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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用很红 你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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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红 一定这样 好可怕 要跟阿用说 不要太开心 把什么你的照片 什么都分享给你 对啊 你先去把他手机里面的照片 先删掉 对 他一定会 这我女儿啦 我头太痛了 这我女婿啦 对啊 所以先把他手机里的照片 你先删掉 对对对 提醒他没有用 他喝醉他就忘了 对啊 现在不行 现在他喝醉了 什么屁用都没有 要等他酒醒 你回去把他手机删掉 有你们的照片删掉 好好好 不然他一定会吧 真的 不知道我怕死 阿伯阿伯阿伯这个 你看 阿伯阿伯这个 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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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跟他说你把他放出去 他说没有啊没有啊 哪有 因为他会忘记他一切 对他忘记 他不记得 所以大家不要去找啦 很可怕 等一下他给你们借钱 然后他来找你要 不要不要不要去找 去奉劝他们那些阿伯不要酒驾 不要酒驾不要喝酒 少喝 少喝年纪都大了 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不要喝醉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 跟这个有点关系喔 有点关系 有什么关系 有啊 我们今天要聊穷养跟富养啊 这个主题 我们好久前就想聊了 对 但因为最近这个礼贝啊 刚刚去参加完 我们拆讨柜的 私 亲私会 家长日 家长会 家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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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心得跟他分享 然后刚好扣 回扣我们这个穷养 你可以提醒我一下 就是 大概哪些 因为我一定是当天回来 然后我就会把 很多新的 发生的事情跟他分享 你要跟我们听说 你要做点功课 我会忘记啊 你要你直接道德好不好 今天你主讲 你不能在旁边打哈欠 我跟你讲 好 今天有一个主机 B机是对着你 别这样 这一机喔 我看一下我的手机 这一机是对着你的喔 穷养跟富养啦 因为现在最近少子话吧 对 然后这个议题很多 最近几年 很多这个家长都会分享 我们这个小朋友 到底穷养好 还是富养好 那我们先回来回想一下 我们自己 是穷养还是富养 我跟你说 不要看啊 用这样 我一定是穷 我一定是富养 你看起来就很富养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前两天 我哥才贴了一个短视频 短影片 不要讲视频 短影音 短影音 他呢就是在讲说 要怎么样证明说 那个你们家有没有钱 就一个人在那边 你知道那种短影音 不是都会有一个人在讲话 然后那视窗就一个人说 怎么样证明你们家有没有钱 不是说 什么拿钱回家 这不是有钱 证明你家有钱的是 拿钱给老婆开一间不赚钱的店 你懂他的意思吗 想做现场的啦 对 消磨消磨时间的 对啊我哥看到 我就非常有感的 马上传给我说 你看我们家真有钱 因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阿勇拿钱给阿丁开什么 咖啡厅 理髮厅 开了很多间 哇 掌声给阿勇啊 对啊 对啊 我想说真的诶 他不是富养孩 那是富养老婆 富养老婆 富养老婆 你家以前真他妈有钱诶 真的有钱 有啊 而且还可以一直乱买东西 小时候他家很大很大 对一百坪诶 对啊 你有租过一百坪的房子吗 你有耶 哈哈哈哈 你家也很大 加一坪 我们家那是乡下的地方 巷弄里面 对啊那是反茄 反茄文化路诶 金华地域 一百坪诶 哦 嗯 那我们先定义一下好了 富养 到底什么叫富养 富养 来来我们这个 我网路找一些资料 专家讲的 他说富养是指什么呢 在物质上 或者是教育资源上面 提供孩子 丰富支持的一种教养方式 哦 比较常就是经济条件 会比较好的家庭嘛 嗯 这样的孩子 会有很多的学习的机会 比如说可以上很多才艺班啊 安亲班啊 还是出国留学啊 然后在孩子的生活中 可以有很多高品质的玩具啊 书籍啊 还有这个3C产品等等 嗯 这种就是富养 富养 所以你以前是这样吧 我跟你讲 在大家还没有电脑的时候 我已经有个人电脑 嗯 你第一台电脑有什么时候 大家想想 我第一台电脑应该是国中吧 好 国小不可能 你还记得你第一台电脑有什么时候 我记得是586还是686啦 我那个你 我们差4岁嘛 3 我们差1岁 我们差1岁而已 啊我跟你们差4岁 你国中嘛 你才跟我差4岁 啊你叉通话你差4岁啊 2岁 哪有2岁 你19 1987 对啊4岁啊 哦1943岁 哈哈哈哈 我想问你跟我差4岁 怎么会怎么差3岁 我跟叉通话差3岁 跟李北差4岁啊 啊我跟大老婆差1岁 差1岁 我国中啊你也国中啊 我跟国一啊国二吧 国中第一台电脑吗 586还 你还记得吗 我国小 但是因为我姐 其实是我跟我姐一起用 你姐有需要 对 因为我们国中要看一双电脑 那你的是什么 几86 我记得好像什么386就有了吧 386就有了哦 我们现在还蛮早就有电脑 哇那天弄人耶 他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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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386 对啊 那李北什么时候有 我国中啊 哦哦哦 没有但是我国中 我高中了耶 对啊 对啊 而且我的好像是什么 我妈 因为我妈要做账 她要换新的 就把旧的给我 是什么 我不知道啊 我就不知道 反正就可以了 X86啦 淘汰的电脑 对对对 就是罗妈工作淘汰的电脑 就是可以打那个弹珠台 跟玩那个 有有有有 那个那个接龙 接龙 地龙跟弹珠台 然后小画家 那种就是 所以我说你们这些穷人 就是穷养 来我们听听 正港板桥 板桥佛家 怎样多 几岁就有电脑了 我国小三年级就有电脑了 屁 真的 你个人吗 你国小三年级是我幼稚园耶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连gameball都没有耶 我gameball幼稚园就有 屁啊 真的 而且我们跟被 我们三个小孩 是印了一台gameball 屁 就可以连线 等一下 你三年级 那这样回推是几年 你1985年出生 我1985年出生 10岁 所以你1995年 1995年 对应该是 1995年回想像 1995年 刚出 你就已经有一台电脑 对 但那个电脑都是很厚的嘛 那时候当然很厚 看你现在有什么Mac啊 哈哈哈 那时候哪来 假老博士都还没发明耶 原因是那时候 我那个阿余开公司 反正既然要买公司 要买电脑就一起买一买 这样子 哇 当时的电脑我记得很贵喔 一台都可能要 十几二十万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印表 竟然是那种特大 有没有 孔的这样 我们家也有 很像印那种爆表那种吧 对对对对 然后反正其他员工要买电脑 就跟着一起买 所以我们就有一台电脑 是专门来玩那个大富翁 哦对大富翁 那时候大富翁的磁碟 还是很厚的那个大鱼 有没有 很厚的那种 你是磁碟片那几点几啊 三点 不是三点五 三点五千一代 薄的 然后很大一张 大张的那种 那你要插好几片 一次要好几张 要插好几片 才可以开始玩游戏 靠三年级 进去还要打dose有没有 黑画面要打那个数字 哇 你记忆力真的好好 你一讲我就有欸 以前是这样 那个是我们在学校 国中那个电脑课 才会玩的 一开始就有黑画面 然后要打一些数字 我现在有个指令进去 要打一些东西 才能进去 那时候开机是要开机片 我记得国一才上电脑 对对对 就很大 不是三点五 三点五在前一代 几点几啊 我看 这是五又四分之一寸 超大一块 很黑很大 超大一片 薄薄的进去 读完开机片 然后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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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机指令 然后才会进DOS 对 等超久 我记得大一在 国一在学这个 那时候家里怎么可能会有电脑 是 那时候你家三年级就有 对对对 游戏机台就别讲了 什么机台 基本上有 要出来的想玩的 就该有的都有 这样 哇靠 你知道我第一台GameBoard 我记得非常清楚 是国小六年级才有 而且不是我家人买给我 是我那时候在 甘马店会抽那个 十块 不知道 五块十块一串 五块 抽签 抽签 拨开那种 但是不是拨开 不是现在抽一番赏 那时候会有一本 收集册 你记得吗 然后抽开之后 会有拼图 拼图 是拼图 比如说那个是八公格 六公格 九公格 你抽一张就一个图 然后拼上去 然后你把那一个拼图拼满了 你就可以拿到礼物 你有那个时代吗 没有 不是一番赏 没有吗 你早晨我们这三年 可能做了很多事 其实有加一 没有一定有一定有 有成乡差距 台北还玩那个 他都直接去买 谁在跟你冲 谁在跟你冲 那个五块五块 哪有钱啊 哪有钱啊 没有吗 以前我们 那时候很红是 那是什么 你现在脑袋不好 记忆力不好 那个是合体 那个是什么 魔洞王 魔洞王那又更早以前 以前有魔洞王 魔洞王有 达禄那时候魔神号 有 元气小子 想起来 今天搬的那个吗 对元气小子 他有个合体的 嗯 然后我就刚好 抽抽抽抽抽抽 那个 我忘记的是九宫格 还是六宫格 因为那个很贱的是 那种 通常一定会少一张 你很难去抽到 对 他就会骗你 一直去抽一抽 那一张特别难抽到 我就好死不抽到了 然后就错了 那一个拼图 换了一整组 大支的元气小子 合体机器人 然后有一个 他跟你的游戏有种 我一个同学非常想要 他就说 不然我跟你换啊 我跟你换你那台游戏 二手的 他说好啊 原汁小子过去 他现在留着 应该比较划算 比较值钱 所以我就跟他换了 我就拿到我人生第一台游戏 我出透明壳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 为什么三个人都有一台 就是一开始可能 我哥先有一台灰色 灰色很大 最基本的 又厚 然后后来出了 他又拿到新的 然后旧的就给我跟我弟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印了一台 透明壳很操欸 对对对 而且很多 我记得有什么蓝色紫色 对对对 他有各种颜色 那都是我哥他们 对 后来还是比较小台的嘛 有比较薄 有比较薄 有比较薄一点 然后各种颜色都有了 对对对对 灰色盒很厚 我已经买不起了 你的是黑灰色 就是第一代 灰色的那个 我同学二手的 可不可以附了五张卡片 然后打一下 对对对对 那时候 你那个gameball 一定要插正版卡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哇 你好富喔 阿丁很有钱啊 当时我记得有一次 不知道是什么节日 也不是生日什么 然后我们就走过 卖店丸的小卖店 以前不是都是小卖店在卖吗 然后他就走进去 然后就说 最近最流行的机台是什么啊 最新的电动玩具 对啊我记得那时候 还是PS而已 还是什么 就买一台就回家了 PS 好操喔 好好喔 怎么这么棒 我妈就在买一台回家了 然后有一次也是走到一间店 然后就看到有一只狗 他说不然买一只狗回家 哈哈哈 傻小啊 这不行啊 哈哈哈 应该是宠物店吧 宠物店 宠物店 不要买一家 他就是这么随性的一个人 但你有 结果吗 就你们在养吧 是啊 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有养狗的 是要好好养他的 有有有 好好养他 他一直养到我们家到中落 后来才送给朋友 哦 ok 我觉得最强的真的是 癌用 让你妈这样挥霍 对啊 他就是这样走进去 平常说走进去 按摩椅店 这台很棒啊 就买一台回家了这样 但他口袋要够深耶 他没有在管这些事情 因为癌用会挥钱给他 那是用刷卡还是现金直接付掉 应该都是买现金 因为开公司啦 就是公司家里都会有钱 这行李也应该有大把大把 这行李就是现金在那边滚 哦然后你说那个什么 买很好的教材什么 嘿嘿教育资源 你们大家有听过什么汉森 有有有 你知道汉森 小百科什么 以前不是大家都记得 十二本的小百科和小百科 对 其实汉森有出一套童书 是上百本的 哇那这是沉香差距 你也有 我有 我妈从小百科小小百科 然后什么一系列 他有故事性的一整套 对对小本的那种童书 难怪你们考上国立啊 没有我是你的 哈哈哈 你国立研究所的艺业 有有有 就整套 然后我们的位置还买了一个书柜 超北达 就是 为了要放 汉森大百科 小百科 应该蛮多人都有啦 小百科 以前蛮流行的 对小百科 他会在学校那个国小的门口摆摊 对然后以前 然后就会你订了 就会送什么什么什么 对 然后接下来还有进化 这个之前你们是买 我是卖 卖什么 我是在卖的 卖你家的书 我买不起 我是在卖这个百科 我就忘记哪一家 应该就是什么百科 对我重考 重考完 在等大学那一年去打工嘛 就几个月时间 我卖过这个 你为什么小小百科 真的 我就去 先去 那个 重考班打电话 同学 考不好 要不要来重考 超小 你要打电话给我 真的吗 我打电话 我打给你 聊天 你很假 你是故意想找人聊天吧 我要打给你聊天 对 我想到这一段 那时候你还没重考 你在 你国中 还没考 他在打工是打电话 他就会打电话给我聊天 天哪 我那时候重考班打电话 然后再来就是去卖那个教材 他就去那个国小外面摆摊 那个家长就来 然后在那推销 然后好像两个月一本都没卖出去 那一套十几万 很贵 太贵 好几万谁买的起 那时候卖 只要买啊 对啊 这么贵 你们以前都买过 有有有 那个真的有 后来进化是快易通 有没有 你说一台那个吗 对对对 电子磁 十点机 我光快易通我就好几台 对对对 好几台 我妈也特爱买 从很大台买到很小台 对对对 越来越 一开始很大 然后越书越起来越起来 对对对对对 而且重点是快易通被拿来干嘛 我每次都拿来当计算机 太浪费了 快易通主要是要翻译吧 对 那时候英文词典翻译 对对对 那我后来 我从跑班才买第一台哈店族 我只买起哈店族 哈店族 哈店族 哈店族还在吗 哈店族 跟快易通差不多的东西吧 底下留言 差不多的东西 有没有经过哈店族的年代 哈店族入手门槛比较低 对 它比较小台 然后也比较便宜 哦 它就入手门槛比较 比较低啦 对对 因为快易通好像功能更多吧 对 那时候是买不起 只要后来 哦 才买不起一个哈店族 哈店族 那你们有订什么大家说英语什么 谁订得起 那一定要的吧 对啊 还有那个什么小牛顿 科学百科 对对对对 谁订得起啊 而且我记得我妈帮我订过一个教材 然后 我不知道具体价格 但是我现在回想 它就是什么直销 因为那是一个阿姨 然后带着一堆书来我们家 啊 背背部 然后跟你介绍那一种 然后很像是什么直销类的 感觉是啊 然后它里面就会教你一些背书 像以前要背什么 原住民有哪几组啊 哦 然后它就会用一些 谐音 谐音让你好记 让你好记 对对对那种一整套的 哦 是毅力的那种 对对对 然后好像也很多很多钱 然后我记得我妈那时候 所以也是百科类的吧 比如说历史地理文化什么都有 但你 没有它好像是针对考试的 我记得它就是针对你学校考试 然后会背哪些东西 然后它是用很简 简单的 一些口诀让你去背的 对 难怪考了上博物理 我妈也 因为我也没买那一本 我刚刚才我就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但是就我妈就很爱买这些教材 我还记得一整柜的什么 学英文的录影带 以前是那种录影带 录影带 因为它很大一盒 然后我妈的座位后面就有一柜 还留着吗 还留着吗 可以去看看 一阿嬷的个性应该是还留着喔 可能在某个纸箱里 在冰箱 怕被大九九丢掉而已 对对对 可能在某个纸箱 一整柜喔 可是那不是要买给我的 他自己要的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 不知道已经高中大学了 那不是我 然后有一阵我妈就说我要学英文 就买了一整套 对 欸 留着的古董欸 对啊 还能播吗 我不要丢掉欸 你自己不念书 没关系 留给小熊小龙 孩子可以看 孩子可以看 对 像阿丁也买过整套芝麻街梅雨 你知道吗 芝麻街有出教材喔 有 也是录影带黄色壳的 很酷欸 它很疯啊 那个应该不便宜 我以前我都不敢 我都不敢说 以前小时候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有一整套肋膏 肋膏 哇 不是那种 什么city城市 是以前自己拼的那种 我们只有假肋膏啊 盗版肋膏啊 就是那种市场买的 是正版肋膏 而且我的童书很多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哇 很扯 我跟你讲 他盯着 那时候他自己想要学钢琴 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学钢琴 我说好啊 要学钢琴 結果他就买一台钢琴回去 哇 哇 很扯 我跟你讲 他就很扯 就会跟他说要不要喝牛奶 好啊 那就真的养了一头牛 就开了一个牧场 那陷阱的 哇 我跟你讲钢琴那才最烦 有病哦 你知道吗 钢琴很贵 是电子琴还是钢琴 钢琴 爸爸为什么我们家都没有钢琴 你知道吗 我们家有电子琴啊 钢琴 钢琴 因为他说电子琴那个手感不对 对对对 要钢琴 好钢琴买回来就算 他还放在房间里 谁的房间 你们的房间 因为我们以前房间很大 大概就跟这个客厅差不多大 100平 然后呢 放在房间里 然后每个礼拜六早上 他就进来弹 不是给你们练的吗 是给我们练 没错 但是我不会礼拜六早上弹 他就要每个礼拜六进来弹 然后把我们吵醒 但他有在练吗 有找老师来教 就是家里附近有那种 YAMAHA或是什么 就去那边学这样 他也学 你们也学 但他学电子琴 他学那种流行 就是他们那种民歌的 他们学古典的这样 他多才多艺耶 才女耶 他非常喜欢 他非常喜欢学才艺 就你只要跟他讲什么 他马上就要去学 他今天不学 他就全身不痛 全身不舒服 有闲情意志 才会想要做这些事情 他非常喜欢学才艺 所以你可以跟他乱聊 他才是走在 时尚尖端的女人 你看我们去年在说什么 他迷上超慢跑 超慢跑 他在笑他 那是他小啊 最近你家也在 超红 超红 来我跟大家讲 right now超红 上个月我去回诊 看妇产科医师 是 然后妇产科医师就说 你这个恢复的不佳哦 你可能要多增加运动代谢这样子 要做什么运动比较好 对 然后我就问他嘛 他就跟我说 你有听过超慢跑吗 我去年就听我妈讲 2023年阿丁就是在迷超慢跑 我妈就笑他 就杀小啊 对吧 我打那一集掉出来 看我们还笑人家 他走得好前面 现在所有医生哪个不推超慢跑 对哪一个长辈没在说 哦超慢跑好棒啊 我那天看到那个洪佳颖在打卡超慢跑 我说哇塞 哇塞 年轻人都开始流行了 哇塞 我原来超慢跑 现在是这样 他大半年前就在超慢跑 我那天划那个 你要讲视频是不是 短影片 短影片 爱丽莎莎推内衣的时候也在超慢跑 哈哈哈哈哈哈 还说什么超慢跑好棒 流好多汗这样 阿丁2023年就跟你们讲了 不信 就我要跑超慢跑 真的 他最近在迷什么 最近迷手我回想看 我有点忘记他最近迷手 回去看看 他最近确实有迷一些东西 哦又有了 他不迷超慢跑了 没有没有超慢跑的继续 还是有 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在风迷的时候 他就哼无聊 我要再找个新的 我之前就跑了 跟风一样的女人 对 他好前面哦 很前面啊 好酷哦 所以阿丁是富养老婆 然后他老婆会顺便富养孩子 顺便富养我们 顺便富养 对 那只是交到 加到中落之后 你们才没有这些资源 对 就是阿丁开始跑路的时候 哈哈哈哈 其实大学了嘛 那时候是大学了 没有没有 我加到中落的时候 应该是国中升高中的时候 那你差不多长大了啦 对 我觉得性格已经养成了 对啊 对 那你人格没有偏差耶 没有偏差啊 因为你以前要什么有什么 然后最新的3C 最新的电动 你就是有了啊 因为我们经历过一段 非人的生活 对啊 但你那时候富养的阶段 去学校跟同学 那个炫耀的时候 对吧 那个心境是 不会炫耀啊 因为我会觉得每个人都这样 都有 每个人都有跟po 不会炫耀啊 对 因为你的世界观那时候还很小 你会觉得大家都一样 对 然后没有gameball 没关系来我家玩 哦 对啊 所以那时候都会 就是互相去谁家玩 所以我们这是穷人家的想法 你看这些富养牌 因为他就是与生俱来 本来就有gameball 就有的东西 他也不会特别说 你看我有gameball 没错 那是我 我们这种的 欸你他妈你看 我换到一台gameball耶 还要大肆宣传 嘿 我有gameball 那些富养的孩子 我小穿就要怎么 怎么了吗 不需要特别拿出来说嘴啊 因为大家都有 所以根本不会炫耀 嗯 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 不管你是富养也好 穷养也好 是 但教养 才是重要的 才是重要的 就是你富养 因为你原生家庭就这样 你有这些条件 你能够供给孩子 这些东西是你的 就对我来讲是我的荣幸 不是 因为我生他下来 我又不一定要 我如果能可以给他过得很好 那我何必要故意给他 过得不好 欸对啊 对啊 我就是平常 就是平常日常 餐就是这样吃 对他来讲就是日常 我每天就是都吃网品 每天都吃照护牛 我何必硬去买卤肉饭给你吃咧 就是日常 但是穷养的小朋友也没有不好 反正我的家庭就是这样 我能够给你我 所拥有的这些 就是这些 但你不要特别去跟他讲说 呃对啊 别人怎样啊 就是他们那样很好啊 还是我要强迫我自己 可能去借钱 然后买很好的东西给他 就你有什么样的经济条件 你就过什么样的生活 哎呀不要去羡慕别人 或是追求别人 还是贬低自己 哎呀我们就是穷啊 我们就是穷啊 你看我们就吃这卤弱饭 对对对对对 你看人家吃什么啊 也不要有这样子 就是日常 好像就是日常 对 好像不要这样去分 就不会有什么 你一定会教坏小孩啊 你会怎样 对好像富养跟穷养 最后都会被 富养很容易被讲成说 你会很挥霍啊 对啊 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好像不是 那只是你的一个生活方式 重点好像都还是来自于家庭的教养 对对对 你把我们结论 最后结论讲完了 刚刚这段好像结论 我们可以分析 那这是我之前 你把我结论讲掉 我最后讲 还没 好好那你把它剪到最后 我刚才讲完富养的定义 我现在来分享穷养的定义 我们中间会分析穷养富养的优缺点 最后会下一个总结 你把总结获合 现在把结构告诉大家一下 那你把它剪到最后面去放吧 有点麻烦就这样 那我们定义一下穷养的定义 什么叫穷养啊 就是指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对孩子进行的一种教养的方式 然后有这个心理师啊 我们一个蔡百祥心理师说 有说这种方式 家庭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提供 孩子太多物质上丰富 或者是很昂贵的教育资源 所以孩子从小就会有 比较有限的条件下去生活去学习 然后面我们就开始分析 又各有优缺点 就没有对错 又是各有优缺点而已 然后最后下一个总结 但这个我们刚才李沛姐 已经下一个很棒的总结 他的小结下得很好 下得很好 下得很好 所以我们今天以自身的经历 来跟大家分享 像大家我觉得 也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 我觉得求学阶段 比方说我在国中以前 我根本不觉得谁家里比较有钱 因为我国中以前 阿丁太喜欢花钱了 我之前也有讲过嘛 比方说捐个班费 他就要捐五千这种 所以好像大家看我家就是偏有钱 国中以前 对阿后来我上高中以后 我去 我那时候脱离新北市去台北市 你考到台北市学校了 对阿我那个高中 里面有钱的同学比比皆是 卧虎长龙阿 可能高一就去国外整个移民的那种 对阿因为刚好高中的时候 我也是比较偏加到中国移民 以后 然后上高中 那时候要 凑学费阿就开始认真练书 就领一些奖学金什么 我觉得 那时候会有一点相对剥夺感出现 因为以前不用那么努力 可是那时候剥夺感也不是来自于同学 而是来自于对社会的不公平 你高中就一直知道这件事 你那时候就 对阿 分事技术阿 也不算分事技术 因为我那时候就知道 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 所以我也很能够自体认说 我可能要努力一点 分担家务 或是要怎么样去省钱 但我当时有一个同学 他们家是低收入户 在北市的低收入户 可是他却一整天到晚都用名牌货 包括他会炫耀说 你看我又买了什么什么名牌 什么什么鞋子 什么什么包包 那他怎么会有钱去处理那些东西 所以我后来才 我后来觉得不公平的是 他今天已经是低收入户 为什么你还可以买到这么贵 而且甚至他好像是 什么什么什么 非盈利组织任养的孩子 可是他生活过得比我好很多 领了一堆补助 他又有非盈利在支助你 结果你把那些钱 不是拿来念书 不是拿来吃东西 买那些奢侈品 在干嘛 那我那么努力在干嘛 我也是非常不爽的 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奖学金 蛮高额奖学金 那时候就是 我跟他可能学校在考虑 后来就给他 因为他家里要不好 因为他的低收入户 觉得他比较需要 我那时候超气的 因为我一天那时候 一天的生活费只有100块 来回车前70块我就要扣掉 那30块怎么活啊 我中午都靠朋友 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就寄我 我之前有讲过嘛 因为女生中午都不吃饭啊 这个给我几个 这个就吃饱了 对 只因为我家不是低收入户 那个奖学金不能给我 讲出来 什么奖学金 忘了啦 因为他们书面审查 应该就是 他又不可能来 给你做调查嘛 我怎么办 写是我爸跑路吧 你看 他全身名牌货 那边给他奖学金 是书面审查 低收入户 成绩如果差不多 那就给他啦 合理 也合理 所以当时我觉得我那时候 心情最不能接受 是在那一段时间 高中的时候 尤其高中的时候 见识的又比较广 以前可能 国小国中 大家都住附近 其实家境也都差不多 那上了高中很多 四面八方来的 对 平常说同学暑假 就会出去欧洲一趟 去游学去玩 陆下 然后回来可能就会说 我带了奥地利的巧克力 给你吃 奥地利 我只能带板桥的藏心饼给他们吃 这是我们这个南部陆港的名产 包子送给你 对 那当时 比较好的那几个朋友 虽然家里有钱 我也不觉得他们在炫耀 原因就是因为 我尚可理解他们家庭生活是这样 然后我只是说很棒啊 他住台北市市中心啊 然后又可以常常出国玩啊 哎呀好棒啊 真的对 那时候 反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好 是没有拿到奖学金 我真的 弄到现在 因为那就是他家的本事 他的本事嘛 他家就是原生这样 你又不用说 没有仇富的心态 没有没有 其实还好 应该是对我们一样这么努力 但他却不用努力去拿到外界 给他那么多资助 所以这是你比较不平衡的地方 不平衡 这时候我就觉得社会不公义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 原因会回过头来 原因应该是说 家里不能选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 知道 但是一样在付出努力的情况下 你却因为没有这个身份 而拿不到 你可以去竞争的一个机会都没有 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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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这审查机制有问题 所以好理家的奖学金 非常棒 不看这个 不看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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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才华 而且我们好理家的这个秘书长 都会去访茶 对 看你有没有给我带爱马斯的包包 是不是低收入还给我拿名牌 对 你以为他去你家里是要跟你聊天 没有 他就看你有没有一些爱马斯的袋子 有没有发现 贵的养酒啊 没有 那也无所谓 无所谓 我们不看经济条件 看你有没有才华 对 看你有没有才华 对对对对 然后你来申请的这个社团 我们的大专福利社社团的 营队的奖学金 一样不看 你们这些孩子到底有没有钱 没有 没有 就看你服务的内容方案 没错 如果不是OK的话 回归实力 对 回归实力 有没有真的认真真诚的服务 我们就会给你5万块的奖学金 所以我们现在好里加 2024年的第二提示 可以开放报名啦 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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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应该 在播出应该还有啦 还在增稿 对对对 欢迎来报名 就是你在下半学期 这些学期 都是寒假的服务队 都可以来申请 都可以来 服务方案怎么样 然后再提出一些书面资料 每一队 每一队 我们都会颁发5万元的奖学金 对很好用啊 很好用 而且还有我们哈哈baby 赞助最多可以30件的 客制化的银符 银符 掌声谢谢 谢谢 谢谢伴娘 我底下顺便放连结 让大家可以来报名 被急商铺这个是不是 没有没有 顺便想到顺便先谈一下 好嘞 好嘞 所以你算是到高中之后 对 就有些转变 大学又没有 为什么大学都跟一些穷人家在一起 所以也没有不平衡的问题 你生活圈就这样而已 这些全人家都要去打工 大家一起去打工 打工打球啊 对 最神不用花钱啊 又健康啊 然后去赚钱 对啊 因为你们这些没出息了 混在一起 没钱了 是吧 你想看跟我们混在一起谁要出息 对啊 然后毕业旅行 人家毕业旅行都出国 出国 我们毕业旅行哪有去哪里 没有 我没有毕业旅行啊 没有啊 No Nothing 没有毕业旅行大学 没有 有可能 就没钱 就没钱啊 你好你去哪里 我没参加 但他们有出国 去哪里 泰国日本 就东南亚这一种 对啊 没钱啊 你去哪里 韩国 十几年前去韩国很有钱耶 对 我朋友的姐姐 都很有钱 旅行社 还什么的 帮我办 有人卖啦 我们哪有人卖 就是招政哥说他去韩国一趟 回来就变了一样 没有 他就回来就变大学病 没有 没有 就双眼皮了 没有 那去一趟是好几万 几万一定要啦 我忘记了 其实 我们那时候哪有好几万可以花 没有 没有 可是我觉得 可是我们那时候一起去的朋友 也是有蛮多 家境没有很好的 没有 没有我们差 哈哈哈 我同学一个月好像是三千 还是六千的生活费 那为什么他有好几万可以去 打工啊 打工 存钱 但因为我们平常连打工赚的钱 连吃东西都不够啊 因为我们在台北生活 我们在嘉义生活 三千块六千块 那绵勉强强还够 所以等于我打工 有差啦 赚的就会是存下来的 你可能一天真的一百块有涨 可以啊 可以啊 我不出门 我一吃一两餐的话 你知道我们以前最好就是 我今天早餐要吃一百块 就表示我要吃很多 怎么可能 我要吃超好的意思 就是我们以前最常讲说 哇我要去吃一百块的早餐 可能我昨天做了什么好事 我们那是十几年前的物价 而且又是在嘉义县铺子 所以那要相对 像我鸡肉饭十五块二十块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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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一定是十块而已 你就饱了 所以我们的生活费相对很 所以他们可以从生活费 但我没办法 我们就打工存下来 就可以有生活费 我们那时候 你这么费零 房租就去一半了啊 房租没了 你打工前吃饭都没了 对啊 吃饭还只是挑最便宜的面扫而已 面扫 我们寻求同温城 没有念东吴的同学 在这个自三站 以前旁边有一个面扫 好便宜啊 对 很感谢他 他的大碗的好像是三十块嘛 就可以吃好饱 有时候那个阿伯老板 看我们很穷 都会多切一点豆干 跟卤蛋给我们吃 好好啊 然后老板娘 都会给我们清汤 对 因为我们也点不起 馄饨 对 谢谢面扫 老板就是人是被面扫 人很好 他现在人这么好 所以他们都跟家里 都分回不少 面扫位置在哪里 之三站 士林之三站 对 那边有一间那个绝活面 很好吃绝活面的旁边 现在好像是在卖和牛的 那已经都更了 都更了 那时候我们还想说 哇 被拆掉了耶 面扫怎么办 他们家没了 没了 那个阿伯那个 以前对我们好好喔 怎么可以把家拆掉 对 后来变那个大龙 哇 又没面扫吃 他们可能又没有家 结果我长大之后才发现 我们真的有够单纯 真的 他妈他们应该是地主 而且还是店面 楼上 应该楼下一间 楼上一间 分了几户 天母竹锋 天母竹锋 对 他妈的一瓶一百多万 真的 哇 有 他的顶楼两亿多 两亿啦 他隔壁是天母国阳 一起都庚啦 以前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都没有 对啦 那两栋道 一起都了 我看那个view不得了 不得了 直接是看那个天母的方向 那球场的方向 是 整个那个中山北路这样 哇靠 想太多了 人家找到退休啦 对 人家是不干的 他想说你们这些 可怜的学生 卖什么面啊 以前他在做慈善可怜文 谢谢啦 谢谢照顾 如果有吃过了东吴的同学 来住附近的 缓业面扫 真的好好吃 真的真的 你有吃过吗 我没有 你以前来找我们的时候 没有吃过楼下面扫 他只推荐面扫啊 我找你们都去聊聊天而已啊 然后跟你们借A片 跟我们借A片 我都会去跟你借A片 你从以前就是供应商 你从以前就是供应商 他以前说过你我们回嘉义 然后他嘉义的同学说 快点 硬碟 硬碟要带回来 因为我毕竟是整理控 以前还没有那种正版盗版的年代 对对对对 没有那个观念的时候大学生嘛 会下载 下载来之后我一定要存起来 对 然后会存那个随身解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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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会整理得很好 对 编号编号 对 那一号看完就再去跟他换二号这样 那里面我会分那个女優 你比较OK的女優 你特别抽出来资料 这谁这谁 对对对对 他后面有精选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跟大家分享 对对对对 哎呦来来来来来 这我存好了一整颗硬碟 所以我大概一个月就是 欸学长学长我带他去找你 好来来来来 新的来来 二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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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每次要回嘉义 他说 欸要记得带硬碟回来 他同学 就是一加一的同学 以前大学生嘛 过年回去就是 欸来来来 硬碟 他要特别提醒我 对对 要带硬碟 那我们结婚后 都还有 还在这硬碟硬碟 几岁 你叫他长近一点 现在就没有了 可以线上看 现在很多正版线上 对对对对 AV plus我们就线上 线上正版 对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支持正版了 没在下版 很好笑 以前是BT在那边下载 现在没有 谁在那边BT下载 可是BT还不是会占那个 网路吗 你这挂着让他载啊 慢慢载啊 我们是宿舍 只要有人开BT就会被骂 会啊会啊 所以你要在晚上的时候 让他跑而已 啊以前你们不是宿舍 以前我们已经搬出来 那个还好啦 我们是宿舍 台北网路可能比较快 又是城乡差点 所以你看我们是富养的 你看以前还要透过泽泽 对 去那个好 那个什么 亚裔吗 不是 另外一间 蓝色的那个嘛 白士达 对对对 请他办卡 对 然后我们去借A片 回来 回来 然后倒口 还敢讲 倒口 倒口然后可以存下来 看比较久 不然一个礼拜就要还了 倒口下来 大家可以把那个档案分享出去 分享分享 那靠泽泽 对啊 然后你说那个PS 什么时候就有 一代就有 我是上大学 因为泽泽有PS2 对 我才玩到PS2 谢谢泽泽啊 总是有这种 身边总是有这种好朋友 好朋友 泽泽是我们以前里面最有出席的 现在也是最有出席的 他看起来就没出席 靠他 靠他以前的好 宿舍的电动 宿舍的电视 宿舍的沙发是不是都是他 都他买的啊 对啊 他大股东啊 真的 有一次我去那时候他搬出来 我去他家 然后发现他新买一支电话 我就说我家全支电话 就把这个电话带走 你说宿内电话吗 对宿内电话 你把他干走 把他把那支电话干走 我家现在电话还是泽泽的 哇 你用了十几年啊 你看 二十年有了 谢谢泽泽 谢谢泽泽 他说我怎么在家里装一个宿内电话 因为以前是有宿内电话的 以前半网路是 强迫你一定要绑的 对 没错 那你干嘛把他干走 那时候没钱买电话 就是我家里缺一个电话 他就跟我说 那那个给你啊 我去拿走 哇好大方哦 谢谢泽泽 对啊 一时父母 以前这是我们的一时父母 这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以前搬出来住的时候 是五个人租一层 然后有一间是比较大间的 然后我们那时候 我记得是房租一万多少啊 比较大间的那个 一万九还多少 那五个人要分 那通常应该就是除以五嘛 如果两万块 那就是一根四千块 嗯 但没有说 那间比较大 你要分六千 他也不是套房 他没有套房 我们就是 他没有套房 我们是五个 四个房间 四个房间 都是雅房 但他比较大间 那你 空间比较大 你要六千来七千 他也真的给 好了好了好了 还没再跟你们那个 没有算了 小钱小钱 谢谢 谢谢 我们这些穷养的孩子 就有种 贪小可以的 被同学复养 没有我觉得就像这样 就像泽泽这样 可能家里从小加进 环境不错 但我觉得就是 只要他这个本人 没有 没有歪掉 对教养没有问题的话 都不会 都还行 对啊 不会有什么其他的 对啊 我高中的时候 也有就是一个 这样的好朋友 很有钱的好朋友 很有钱的好朋友 你说居卡姐夫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高中有念 北港国中一年 哦 对 然后那一年 就是我一个好朋友 他后来也是 出国念书那一种 但在北港 高一的时候 是念北港高中 高中 后来才又回来 夫人 OK 然后那时候 在北港那种小乡下 家里有钱的是 真的很有钱 很有钱 我们都做什么 要参加啊 在做什么 水泥哦 哦 在嘉泰工业区里面 第一间那个 银建业 银建业 对啊 很有钱 然后他就是 爸爸就是家长会长 哦 对对对 好像每年 你要给学校很多钱 很多钱那一种 然后说到中午 以前我们学校还没有冷气 以前是没有冷气的时代 然后但是 因为他会很热 会流汗 会过敏 我女儿会过敏 对然后校长就会 请我们去校长室那边吃饭 然后午休 吹冷气 校长室又 中午去校长室 吃饭 吹冷气 就你同学跟你 因为我是跟着他嘛 我们是好朋友 你们好姐妹好朋友 几个人去 三个三个 就三个 耍特选啊 哦 中午到校长 试吹冷气吃饭 对 啊校长他陪你们聊聊天吗 校长在吗 也没有 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 太嚣张了吧 这很嚣张耶 VIP等级耶 哦 现在可以讲吗 可以啊 那么久了 他爸应该没有当心 他小孩就长大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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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后来就出国念书了 哦 ok ok 社会真的不公义耶 对啊 可是因为他在我们班上 也没有说 什么大家觉得他很 炫富啊 也没有也没有 因为他对大家都很好 他的生活就是那样啊 他爸妈给他的生活 环境就是那样 哇 你说真真的啊 哈哈哈哈 干嘛讲出来 干嘛讲出来 你认识啊 哦 以前曾经也要推荐的 我记得有一段 好像有 好像有 你傻傻 傻傻 有一次要推荐蔡中开 那时候他真的单身 然后他也单身 那时候本来要凑合你 对 傻傻的 你真的傻傻的你 没有我那时候知道 你们有讲 他很有 你们不知道这么有是不是 不知道这么有 对 只是知道 哦他有个房子 本来要少奋斗三十年 对啊 你现在要多奋斗四十年 你记得我们有一次拍片 然后去他们家 他们是在那个中 不是啊 那个是什么 台湾大道 他讲这么清楚是不是 对啊 没有 我想说就是 就那一条 第一排耶 然后独洞 看起来很低调 外观看起来很低调 很低调 但你想像那个地点 就是 台湾大道第一排 最精华了 对 那里面摆设的东西 都非常的 就是朴实 外观朴实 对外观朴实 但里面 不得了 不得了 一个抽屉打开 哇哦 那个包 就是日常 日常 刚好他家坐落在那 刚好 刚好 其实他们的日常 他有没有特别炫耀什么的 也不是搭中脸充胖子 硬要买爱马仕 然后要透过一些不易之财 骗来的 不易之财 没必要嘛 他就是脚踏实地 我们就做生意 家里就这样啊 家里赚多少就花多少 就花多少 对 不用搭中脸充胖子 对啊 我觉得就是他的日常 所以朋友们好像也不会讨厌他 然后他也不需要特别去 做一些什么来 讨大家开心 也不用 就大家就会喜欢他 废话 我可以跟着你去教授 不是啦 我当然 要批你人哈 不是 可是没有 我觉得以前 在以前你不知道 你对于有钱的定义 对啦 你很模糊啊 你就会觉得 对啊 小时候 小时候 我们那个年代 手机网络资讯 没那么发展 没那么发展 对 对我们对于有钱没有很 我可能知道他家可能是有钱人 但不知道 有那么有钱 到底多有钱 对对对 就是反正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个人 不讨人厌 好像就不会 就他不会整天说 欸我超有钱喔 欸看我买什么 欸我穿什么 欸我等下要出国什么 对对对不会啊 不会遇到这种同学 但我觉得可能现在会比较有 因为你看比如说他提爱马仕 以前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 对但现在孩子会知道那是爱马仕 会知道 哦这个可能价值多少 对 但你那时候不会知道啊 可是他他也不会跟你说 欸我你知道爱马仕 对对对啊 所以你你不会觉得 哦他家好有钱我看 嗯 你不知道 你知道他家有钱 但是不知道 哦原来一个包包要几十万 但现在孩子都懂了 哦 然后听我们这样聊也知道了 哈哈哈 很多影片看啊 网络讯取很多啊 脆都在分享 都知道啊 大家都会看到 对啊都知道啊 我觉得国中以前应该 那个价值观的形成应该还好 但高中真的开始就会有 嗯 我觉得应该 国小高年级开始有手机 手机应该先从手机 然后现在 然后认识字之后 对对 从我觉得从手机 有手机以后 那个资讯量来了 就来了 对 现在孩子的那个早说 比我们以前很快 快太多了 对 快太多了 可是这个成像会不会有差 因为以前 因为我在台北念书 其实周遭非常多 有钱的同学 嗯 因为我们那个学区 其实是有一个社区 我们就大家都知道 那边就是豪宅区 内湖 内湖 对对 然后只要听到同学说 你是住那个社区 有钱人 有钱人 比如说你有一位学姐 最近也是当网红 他们就住在那里 哈哈哈 还要讲 我们还有去路过他的节目 这样子 对对对 以前就知道他家很有 就在那个社区的家里 其实都不错 而且基本上 念完国小就出国念书 哦 所以他有出国 你学姐有出国 他有出国啊 然后我有好几个同学 就是真的国中念一念就出国 都是住在那个社区 嗯 所以你周遭就都是这样的同学 然后大家好像都过 这样的生活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很讶异 所以是怎么样的生活 嗯 比如说 比如说有一次我们 玩那个圣诞节 交换礼物 对对 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学 他就是那个社区的同学 嗯 然后我们那时候六个班级哦 他准备了一百多份礼物 哇 送给大家 什么意思 就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啊 不是交换吗 不是叫你当圣诞老人 哈哈 结果他变成圣诞老人 搞错了 他听错了 你听错了 他以为 我们来玩交换圣诞礼物 他以为是 来当圣诞老人 对 因为那时候 我有一个不错的女生朋友 小学嘛 小学 你在讲小学 哭了以后 分手哭了 那个吗 哪一个 有一个人来留言说 什么蔡忠翰跟那个女的分手 以后我还哭了 对对对 就是那一段 国小的时候 然后就在交换礼物那一天 然后他就 因为他是别班的 他就跑过来就说 那个你跟谁谁谁 我有送你们两条 一个那种情侣围巾 然后他一问他 他一到六个班 他都在什么都送 哦 哦 国小欸 国小 这么有 而且以前小时候 基本上我们的年代 是不流行出国 就能出国是一件非常 不容易的事情 但我们就有同学 他就寒暑假固定出国 然后他就说 我姑姑在美国 什么 什么我阿姨在洛杉矶 什么 温哥华 什么 温哥华 我只认识温翠平 谁是温哥华 但嘉义不是也有吗 就比如嘉义 就是听到谁住那个 那个大雅路 大雅路 大概应该就是那个感觉 那种感觉 嘉义大雅路小天母 住那个东阳新村 对 以前听到你住东阳新村里面 哦 好像好像很有钱 但你也不知道 确切是真的 是真的很有钱 可是那我觉得他讲城乡差距这件事 我自己也蛮有感的 就是 以前小时候可能国中高中 我觉得我身边很有钱的人 嗯 那现在再来看那个 就觉得 哦上台北以后啦 应该我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完全明白这件事 就是 哦 哇那才就有钱人 对对对 就是看到 哦原来真的是 可是他那时候在我们 可能那一群 可能同年级里面 已经是家里觉得 很顶的啦 对你会感觉到 他可能去买衣服就是 我要这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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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用看价钱 对没有他就是去 那以前不是那个 嘉义中山路有一间微笑超大间 在转角 运动用品店微笑 很贵耶 以前小时候觉得 谁卖得起啊 运动用品店的东西特别贵 就一两千 然后他去都会觉得 哦我要这件这件这件 运动用品店的 运动用品店的 对对对 但殊不知 那个年代的平行时空 台北人是 这个爱马仕 这个一双 这个枯极 这个枯极 这一模式不一样的 就是是的 然后我第一次很有感的 人家讲交换礼物 就是我大学之后 大学 我大学还是在嘉义念书 嘿嘿嘿 然后后来有认识台北朋友 然后他们就在台北有约了一个 就是他 他什么很多台北的朋友 在那边换交换礼物 哦哦约你们去啊 就对 我跟着朋友一起来参加了他们 台北朋友的交换礼物 我还非常印象深刻 那时候我大二 你带了什么 先分享你带了什么 要来交换 我忘记了 反正就很弱的一个东西 存钱筒吗 不是我忘记 啪啪熊存钱筒 我知道 我觉得已经 可能已经烂到我 烤焦面包 日本的 日本烤焦面包的 星巴克的杯子 这类的 很潮 城市杯很棒 嘉义我们高中的时候 才开第一间 星巴克 有那个城市杯 很潮 可能这类的星巴克的杯子 然后我还记得 那时候打开全部代唱 不是iPad 就是iTouch 然后 iPad Nano 对 iPad Shuffle what is this is good drink sansha sansha 然后突然 突然间就 把杯子打破 六杯子打破 excuse me 我们是交换圣诞礼物 不是地狱礼物 不是地狱礼物 你看 Come on 星巴克城市 你真的会被讨厌耶 我不知道 星巴烙耶 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 就是 我刚刚来那个 也不是什么特别有钱的人 平常生活 平常生活 就跟你们一样这样 然后他 他是我大学的同学 然后交换礼物的是 他的高中同学 对 他就这样 我认识那位同学吗 你认识吗 我不知道耶 谁谁谁 你要讲 又要讲 你不认识啊 不认识 不认识 不要玩 我依稀记得 狗哥是台北人 我依稀记得 你确定吗 想知道一下 确定一下 依稀记得 狗哥在台北 他家有一栋 记得是在南港 对不对 是南港 南港的朋友 是不是 南港高中的同学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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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南港高中 好像是什么东山高中 东山都是有钱人 我不知道 东山也是不错的私立学校 读东山蛮多 都是有钱人 我们的印象中 东山中学 还是什么东山 他是完全中学 是的 我们听到东山会很弱 因为台南东山 就是东山丫头 那个东山 会觉得很乡下 是 所以东山在 没有 在读东山在台北 根本就是有钱人的学校 基本上 但他不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吗 我记得 也没有 我们有一个同学 是读东山的 大学同学 真的啊 他曾经跟我说过 他们以前 因为东山是管很严的学校 非常严格 然后呢 毕业的时候 他们为了要弄老师 直接叫一副棺材进去学校 好可怕 好可怕 很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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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棺材很贵 我认识两个独东山的家里 他妈都有超有钱 对 你知道棺材很贵吗 弄完就 结束了 就为了弄老师送老师升官发财 真的棺材 真的棺材 不是那种小棺材那种 风水棺材 送进去 好屌喔 真的 运费也很贵 还是买有送运费 我觉得现在买我都觉得贵 你说我们现在看来是贵 对不对 好几万块十几万 二十万都有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很贵啊 弄完就走 对啊就是要送老师升官发财 那老师有手 只能收咯 我手也不行人都走了 能省折省 他毕业之后 送进去 他人不在 就毕业了 好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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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有人在学吗 不要吧 要送那什么 主任啊 学务主任什么 不要这样讲 等一下以后他收到一堆 用不完呢 太多 用不完 我们家没那么多人 在家里很占空间 可不可以先除纸 我再去领 你先回去 我再领 不要乱教人家 我再领 我再领就好了 你算过来有点困扰 不要乱教 好 所以还是有一些沉香差距 对啊 应该是说他们平常说假设是 乡下玩的 可能台北就会再晋升个 几倍这样子 哇 那可能他们的日常生活吧 那你说这样穷养富养 其实很相对啦 对啊很难讲 对啊 在嘉义我们就觉得 哦这样已经很富养了 但相较于北部的资源 那那是穷养吧 应该说像我自己会觉得 我妈是给我富养 就是我要什么其实也都有 可是我真的硬要跟同学比的时候 就哇 其实我还差蛮多东西没有的 所以变成这种教养的心态 反正我家可以给你的 我就尽量可以给你 对 有办法资助 有办法资应的 我就给你这 我有10分我就给你10分 对 我们家100分我就给你90分 嗯 但你不能去外面比 比较 没得比 没得比 那你这个比不完嘛 对啊 没得比 对啊 我自己觉得穷养富养的定义 是在这个啊 就是你小孩子要什么的时候 家里可以给出来 像我们家其实并不有钱啊 但他会要超过的话 所以就看小朋友的性格啦 就跟他讲不行啊 就不行 那就变成一个教育 教养的问题 是不行 对啊 贵路要超过就不行啊 哦 所以我们其实蛮蛮长的吧 就我们出去玩 嗯 给你1000块日币 日币 对 1000块日币 你可以买1000块日币的东西 嗯 超过就没有了 嗯 他会自己去算 我们是出国啊 你有三个cota 然后每一个就不要超过1000块 所以他自己就会去看 他就知道贵跟便宜 对啊 这个200块 哦 可以哦 哇这个玩具要2000多哦 很贵 他就会放弃 哦 天啊 上礼拜来跟我说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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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了一张100分的考卷回来 现在国小要考试了嘛 对 有些随堂考 100分 他说爸爸你收着 你收着 哦100分哦 厉害哦 他就说爸爸爸爸 那个我同学哦 他还扑梗哦 我同学哦 他爸爸说哦 他如果有收集10张100分的考卷哦 你就可以去玩具店随便选一个礼物哦 哦 那很好啊 可是你也不错啊 像我们去日本 你自己都有三个cota 可以随便选啊 他说那个不一样 他是去玩具店随便选哦 哦 没有限制 没有上线的 选便选哦 okok好 那不然 ok啦 那么努力嘛 那为了这个奖励 好 那如果你也可以收集到10张 要10张耶 10张100分 对啊 我也让你买 他现在有考卷 耶好耶 他就说爸爸爸爸 沒關係 我20张 他自己加好 他自己加好 20张哦 好好好 所以他可以去跟同学说 你10张我要20张 对 他就努力要考100分 20个100分拿回来讲 耶耶耶耶 然后他现在目前为止 三张 现在十月三张 他拿到第三张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帮我放到爸爸桌上 我还要17张 我说好 你加油 哇 哇 但是小考 不是月考 小考 一般的话每个礼拜大概就一次啊 好 好努力啊 对啊 但是为了要拿到 他是一个成就感 我觉得对他来讲是成就感 因为其实相对应资源 该给的 我们也都 都会给他啦 对啊 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 成就感 对 他O型写吗 他O型吗 是 是吗 O型怎么了 有一说是O型写的人 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就他生活没目标 他就会懒散 啊 要有一个动力 对 我O型耶 我也是耶 我也是 我听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 爸爸是O型 然后他妈妈是B型的 结果他儿子是A型 对 然后他儿子就很奇怪 说问他 问他 问他说 妈妈 为什么他有学到啊 那个血型 他就问他 爸爸是O型 妈妈是B型 为什么不是A型 他很奇怪 然后他爸爸说 你妈装B啊 你现在在讲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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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网友给你的笑话 我刚刚很认真耶 我刚刚愿意 我突然想到一个被我淘汰掉的笑 我突然谢谢网友投稿 这不是笑话冠军啦 今天礼拜十字礼拜 好烦喔 这可以吗 还好啦 但这样讲出来蛮好笑 在这个moment 在这个moment 你以为吗 他讲认真的 真的耶 你刚刚还在那边 大挨小挨 你还在那边算 你妈装B啊 你妈装B啊 好烦喔 就O型血人 需要生活有动力 一旦他达到目标 生活没动力以后 他就会变得很懒散 就要赶快再找下个目标给他这样 他会获得成就感 也不错啊 所以像我们家 我觉得应该是富洋了 也不知道跟谁比 你要跟很多人比 比不了啊 就是有满足他想要的 想要的 你就心理上的也好 陪伴啊 然后物质上啊 还有教育资源上啊 你知道他想要学什么 画画 想要学游泳 ok要帮你找个老师 有兴趣 但我们不是很夸张的 你要学游泳喔 不然 我找个什么第一名 我去挖一个游泳池给你玩 然后找那个 奥运教练 国手来 我要培养你一定要 对 我们也有遇过他 他就说小朋友要学 你就要帮他找到方法 就是有那种叫前辈 对 你一定要帮他找到什么 能够让他马上 什么国小就得名的老师 这样才有用啊 不然他学就 对 对 因为那是有加分的 对对对对 你要那种个人项目的 你就打那个团体的 没用 你要那种个人的 游泳的啦 网球啊 乒乓球那种个人的 才有机会拿牌 拿牌对他以后的教育 才有帮助 也不是这样 也是有这一类的 对 但我们比较走向是他开心 有兴趣 你想学 比如他想游泳 那我找个游泳教练来教你 比较不会受伤 比较不会有危险 学的开心 学的开心就好 对啊 然后有没有学会 我就倒觉得还好 反正他开心就好 因为有些家长会觉得 学一学又不学 直拍轮滑一滑又不滑 三分钟热度 然后就连学都不给他学 但我觉得因为他没有 玩过学过 他不知道喜不喜欢 他也要试过才知道 他学不喜欢 原来我不喜欢 原来我喜欢 总要吃过才知道 才通话你那个海鲜 看了海鲜都不吃 有啊 在你的鼓励之下 我吃了蛮多海鲜 而且内脏啊 大肠啊 猪舌头啊 橫膈膜啊 对嘛 这样才对 我也吐了啊 但以前没吃过啊 没吃过怎么可以说不好吃 你要吃过 对啊 你要说菜喳嘎影片很无聊很难笑 你要先来看过 你要看过 所以推荐大家都来看 你要骂要来看过 最好整个频道都看完 整个看完 你可以列点说 一这一部怎样 二这一部怎样 对啊 我们就改进 你告诉我们 我们改进 那些有没有 那你要全部听过 要听过 对 听过才能闲嘛 是 大概是这样吧 对对对 好那我们最后来分享一下 这个 我们这个资料里面 有讲到一些 富氧可能会有一些优缺点 嗯 先讲缺点啊 富氧的缺点 我觉得应该大家想得出来 第一个可能会有依赖性 嗯 孩子可能会过于依赖父母 嗯 自己就不努力了吗 反正都有 都有啦 那么努力干嘛 这不见得是你看在这种看 他是有妈宝 我也没有妈宝啊 诶 对吧 嗯 嗯 嗯 ok 哈哈 我觉得现在把它讲出来 那我 我会去做这个功课 其实也是这样 就是当你知道富氧会有什么缺点 缺点 那我们就尽量去避免 避免掉这一块就好了 避免掉缺点 嗯 对 但是那个 这个算是一个 通盘性 通盘性 那这些缺点 你看富氧也ok 看你们不避免掉这些缺点就好 对 第二个 他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较差一点 他就会缺乏 对 他自己要找 可能就 可能就是妈宝 帮我 妈妈帮我 帮我干嘛 不然找那个秘书 找我爸秘书 找我那个管家 对 好好喔 羡慕 玛丽亚帮我处理 有一个说法是 如果你能够富养他到终老 那也没关系 太难了吧 哇靠 对啊 要夺富啊 也是有 有人这样是这样说的 就是你要富养小孩 没关系 你要能够富养他 你要保证你自己有那个能力 可以富养他到终老 那 那家财万贯就可以 那就可以 也可以 然后第三个是有一些 心理的压力 比如说父母的高期望 就会带给他的压力 比如说父母我给你这么多资源 你要什么老师我都帮你请 你要电子请我给你钢琴 为什么没拿到他妈的烂死了 到现在还学不会考试 那个等那个什么平静 还考不过 考不上好大学 还有没有很有压力 这好像出现在政治家庭 会比较有可能 好好好 医生自家 对 就有那种家族压力的那种 对 那第四个是 他可能就会不懂得珍惜 然后就 东西就这样啊 反正我没了 轻松就拿到 弄坏了再买新的就好了 会有不珍惜的心态 但是这是可能而已 可能啊 这都不一定 这都不一定会发生 这都不一定会发生 那如果是穷养 穷养的缺点 专家分享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资源有限制 所以孩子就没有办法 得到丰富的学习成长的机会 可能就没办法尝试那么多 他没有机会 对 可能也许我是一个滑轮天才 但我因为没有办法去得到一个滑轮 对 可能可能 我超会滑轮的 对 但从小因为就没有给我试过 对 我就不知道原来我这方面的天分 因为我认识不了滑轮巴菲特 谁是华伦巴菲特 叫什么 他本人的名字 哦 他把它翻成中文 不要理他 别理他 原来巴菲特的名还是姓 是华伦啊 姓巴伦啊 所以巴菲特是姓 巴菲特是姓吧 巴菲特是姓 the first name 对啊 first name 不过讲到这个的话 巴菲特家里超富洋 人家也是超有钱啊 他有够富洋 他爸本身就是理财专员 哦 所以说不一定嘛 对啊 这不一定啊 所以重点是教养 对啊 那第二个是心理 也是会有一些心理的压力 哦 因为经济条件上有限制嘛 所以心理会有负责 我觉得哦 自己会自卑啦 比不上别人 比不上别人 人家都有啊 我都没有 确实会有一段几个 会有自卑 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 特别会在意 对对 第三个是社交 在社交上你就有一些障碍 跟经济条件好的比 你就会特别自卑 没有办法去跟人家相处 就会比不上 然后社交上就会比较不敢开口 社交上就会比较有障碍 第四个 视野就有受限啦 资源受限嘛 视野就不如那些富洋的孩子广阔 这也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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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蛮合理的 对啊 但这都是 这个都是分析 就是 凝床心理师的分析 对啊 但也不一定 人的变化是最多的 对啊 因为现在你说 现在这个见识宽广的问题 也不一定要非出国啦 对啊 以前的这个资源 网络资源没那么丰富的时候 必须要出国 或是你要一些人脉去交流 对 现在也很多啦 看看我们这些YouTuber的影片 带你出国玩 确实啊 你即便没去过 你也知道 原来是外面世界长这样 对对对 没错没错 也是都有 是的 但穷养也有优点啊 穷养的优点是什么 就独立性 小朋友独立性会比较强啊 对对对 然后会更珍惜物资 就相对了 相对的啊 相对那些优点 那些缺点 就抗压性比较高 然后他知道自己要比较努力 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相较之下 可能会比较努力 就像大头佛高中的时候 我发现念书 你就是完全走向一个优点 我同时兼具的富养跟穷养 对啊 对啊 你好棒啊 哇靠 而且你都是优点 没有没有没有不见得 有啊 你看这些穷养的优点 你完全展现 独立性强 又珍惜 抗压性又高 又轻奋努力 你四个圈中 谢谢啊 是不是 给你个掌声 给你个掌声 很棒耶 谢谢啊 对啊 确实是耶 你真的是这样子 没错 谢谢啊 等一下有点欣赞你不行 突然间被称赞 对的话称赞你不行 你就是要讨是不是 要讨你是不是 对 都有 但是能够富养就富养啊 建议你们啦 哈哈哈哈 不是啊 穷养那段时间 小朋友心里真的很难走出来 我自己亲身经历 我知道啊 我觉得就是 就是 你自己就是 照你自己的家庭条件给他 对啊 应该这么说 不要刻意 都要在你家里超有钱 然后你还骗你儿子说你没钱 我们家好穷啊 对啊 我们家好穷啊 什么都不买给你 什么都不要 那也不用刻意成这样 那心态又变成穷 那其实你在穷养啊 哦 那心态就不一样 对啊 然后后来就发现我家其实很有钱 那他在那要怎么转换 他 整个错乱耶 有一种被压抑久了 然后突然发现家里超有钱 他可能也会走歪 因为 炫富 我突然超有钱 我就超挥霍 对啊 这也有可能 然后突然大学把你丢出过 啊 靠边擦枪 哈哈哈 对啊 对啊 我觉得就是按照自己的能力给他 给他 教养 教养 是是是 所以我们最后咧 专家建议我们 因为都有穷养负养不同的优缺点 所以建议 以下五个原则来平衡穷养跟负养 五原则 五原则 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 提供必要资源 但避免过度的溺爱 嗯 合理合理 必要的 必要的给 对 太奢侈太挥霍的 即便人家再有钱也不需要 哦 对 嗯 嗯 即便你买得起 也不用吧 嗯 必要资源 但避免过度的依赖 嗯 然后第二个 你要还是要培养他们的独立性 还有解决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嗯 这很重要 这我觉得不管是穷还是富都需要 都需要 对 因为穷人家有穷人家烦恼 富人也有富人烦恼 也很多哦 对啊 钱要怎么洗啊 对啊 那个很专业哦 那个很专业 这个很难 我们都不懂 这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啊 对啊 被吵到很烦 你要处理 怎么管理公司 对啊 以后如果你要接棒 你要学怎么管理啊 对啊 对啊 不管穷富 不要给孩子过多压力 你要合理 依照他的能力范围 然后设定合理的目标 嗯 去完成他 都不要太 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嗯 要合理的目标 适中就好 第四个 要教育孩子有关于金钱跟资源的价值 啊 这我觉得非常重要 金钱观 对 价值观 是的 对 要是对的 嗯 嗯 对不对 即便他有钱 他也知道说哦 钱不是这样花的 嗯 不能浪费 对啊 即便他很穷 也要知道说啊 有些不易之财是不能拿的 对对对 这很重要 因为这以后长大歪了就很严重 不要走歪 对 不要走啊 我们就脚踏实地 哎 没分钱都是心安理得就好 对 很重要 很重要 第五个 要鼓励社会参与跟多元的体验 哦 这就是刚刚我们说可以多让他试试 试试看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都试试看啦 那其实资源少有资源少的方法 你当志工啊 就多跟他交流 去参加什么社团 嗯 现在资源很多啦 嗯 对我觉得现在的方式很多 就像以前 就像那时候讲的 我们那个年代 要出国 小时候啦 嗯 就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没错 对但有很多方法 比如你就去争取交换学生 哎 努力念书 对啊 拿奖学金 拿奖学金去交换 后来 后来是那个打工度假 反正就 对啊 是会有很多 我就以现代来说 是有很多方法的 很多方法可以去尝试啊 没错 比方说我好穷 我就没有办法去外面看世界 也不一定 不一定 也不一定 都有很多方法 爸妈妈发家里的环境 没办法 没关系 我们靠自己的力量 也是可以做到 可以绝对可以做到 是的 哎呦 好励志啊 你好棒啊 听完这一集就好棒啊 非常有励志啊 哈哈哈 结果你完全没有聊 你在家长会 哈哈哈 家长会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忘记要讲什么 家长会上讲 那屏幕差卷很严重 蛤 没有是有关你孩子 因为我们担心说 现在的小孩 会不会跟不上啊 哦 要什么教养的方式啊 那老师又给你们很多 多不错的建议啊 哦 哦 那很不错的 嗯 是不是 下一集分享啊 之后的分享 哈哈哈 会想拼耶 对不对 你说家长 就是那种老师专业的建议啊 老师的建议 哦 因为现在会担心孩子跟不上 我觉得不管成乡下去 嗯 这个不管在哪里 现在都很怕孩子 你永远都觉得跟不上 是不是都 现在南部的 乡下的 北港的 一样都要去补习啊 安亲班 就是怕跟不上 嗯 幼稚园 国小低年級 就要一直去补习 对啊 压力也太大了 真的很多国 就是他们的同学 有些已经从幼稚园都在补习 不是台北 南部很多啦 都是这样 哦 现在就怕跟不上 而且我觉得以 我身边这样来看 南部的更严重 因为他们就会 本身就觉得有意思 有差距 有差距 意识到有差距这件事情 哦 所以又给更多 哇 那压力会不会更大 有些好像 如果不给他们那么多压力 会不会跟不上呢 哎呀 这个建议我们留到下一集就聊 哈哈 哈哈 还要再骗一集 可以 这个很重要 我们很认真在讨论 很认真耶 我们下一集找那个嘉琳来聊 啊 怎样 要累 哈哈哈 她怎么 她的观点可能不一样啊 洪嘉琳可能没有意会到 小孩跟不跟得上 所以有不同的观点啊 她对于小孩独立自主解决问题 非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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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见过一个小孩 这么会解决问题 真的真的 有够会解决问题 而且她那天很酷 她说不然你再生一个 三个月以前我帮你雇 哈哈哈 她叫你生 不是 因为那天我就想说 那天不知道兔宝自己在做什么 哇 好厉害喔 她怎么可以自己去ATM领钱 不是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她奶粉没了自己去领钱 就忘记是发生一件事 然后就说不然你再生一个啊 然后三个月以前我帮你信念 她就会非常独立自主 对 我就说 有时候我都会吓到 他们两个已经会做这些事 好厉害喔 有很多一句话吗 不是有说什么 妈妈越 妈妈越没用 小孩就会越有用 完全体现在洪嘉琳身上 好了 我们下一集再聊好了 再播一集啊 再播一集 再聊再聊 好了 如果你这个不代表本台一场 第一百集想要看 还是听谁 什么主题 或是想请什么来宾 欢迎底下留言 还有这个五星好评留下来 嗯 我们尽量敲看看好不好 那如果没敲到的话 我们就会久久就跳101这样 哈哈哈哈 留一个遗憾 一百就空着 可以可以 好了下礼拜二一样继续锁定喔 礼拜二有我们的消化冠军 下礼拜四见 拜拜 拜拜 别啦 McMinn 旅aneous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